三大五中全会开到了第二天 后面还有两天要召开 才说五中全会进入了内斗的深水区 果不其然 我们看到了从官媒报导的角度 跟他的用字潜词 新华社居然短短两行过去 这么少的文字 为什么 是不是也不敢妄下定论 没到最后谁占上风 怎么能够妄自定下结论呢 除此之外 我们要观察的另外一个指标 当然就是经济 会场内拼经济就竞技肯定是主轴 但是观众朋友 我们给大家来看到 这一家指标中的指标的公司 它是录制BMW的这一家华城汽车公司 居然陷入了债务违约的危机当中 连40亿债务都拿不出来 那一夜之秋 这样的经济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 你是要怎么救呢 今天开始我们请杰明 就带我们来看到 五中全会一点都不淡定 是的 我们知道这一次很特别的事 在北京这个京西宾馆 就是他们所在地 附近是车子 便衣警察 那种肃杀之气在街头看到 那是外面的情况 那我们比较在乎是 里面是不是有火热的讯息 因为这次消息 全世界都要看 因为要公布第14个五年经济计划 还有包括2035年经济要升的计划 讲完之后我都想知道了 这么大的议题你知道吗 只有新华社公布短短的113个字 就把这个事情给带过去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新华社你也当然知道 每一年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会议 多少家媒体要引述你的内容 那你只给了112个字 这么大的经济议题 理论上我们应该看到对不对 结果你能想象一件事情吗 新华社只用了两行字表示 那你想说什么人民日报或者是央视 通通没有这个讯息 而且一般来说我们在意什么东西 你总是有现场的画面 很多人就出现讨论的议题 对不起通通都没有画面 非常的吊诡 好 那我们这么说一句话 事实上在这次活动当中 之前又谈到了就是 这个他们发布了人民日报 还有他们几个重要媒体里面的社长 结果这件事情是大事 没想到就有个叫做金城密文 马上就报了 报的消息就是 他们人民日报的新社长躲阵 竟然在他北京里面五年之内 有六个情妇 而且还点名其中两个情妇 一个在经济日报 一个在新华社 所以好 那就算这样子好了 可是你不止如此 他继续往下讲 讲完极为耸动 你知道吗 他一辈子都做党值 这会躲正一辈子党值 党值你想想看 应该薪水不是那么高 房子也不多 对不起 他名下就有两栋豪宅 他的直属 亲属 有八栋高档的房子 而且重点是什么 他的存款高达1.8亿新台币 这个味道已经闻出来了 观众朋友 你看到今天贵委人民日报的 新社长躲阵 习近平清点的 但即便是习近平清点的 在乘风上的这个社长 一出来立刻就被爬出他的黑历史 我管你是谁的人马 今天谁敢斗胆去把这个黑历史 丢出来给大家见光 自媒体 自媒体一个一个去盘点 走过都留痕迹 没错 你看这个消息完之后 我们以为报完就没事 没有 果不其然 这个事情完没有多久 10月26号就爆发一件事 中国网信 中国网信就是对于中国媒体的一个控管的 一个官方机构在26号发布一个重讯 他为了针对媒体乱象 那么他决定 包括主要的八个手机浏览器 要做专项的集中诊治 讲白一点 就是你刷不出政府的讯息 你刷不出这个党的讯息 你刷不出 他认为他不要你公布的讯息 你知道有多猛吗 这个多猛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讲房地产 这个很正常吧 对不起 只要跟房地产有负面的你不能讲 那你说预估这个房地的价钱是多少 在台湾正常 对不起你不能做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吗 原来故事这样子 因为在2018年曾经发生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是有一个自媒体 这个媒体叫做子竹张先生 他们都是有百万粉丝的 他们靠流量来赚钱 他就报了一个新闻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乐透彩都拿不到钱吗 因为被贪污掉了 你知道这个讯息一开始的时候 政府的说法是说没有这回讯息 结果没想到没多久中纪委就出来了 果然查到两个主要的彩券 都被有贪污情势 而且你知道贪污金额是多少吗 多少 1350亿人民币 乍国了 攸关公平正义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益彩券 永远抽不到你 因为有人上下其手 立刻炸锅谁先的 这不就是自媒体吗 他们就挖出来的 对 但是对不起 以后你要看到子竹张先生 在中国已经不行了 为什么他也被封锁的主播之一 所以这次大清洗是清洗得很彻底 可是很好奇 在中国内部清洗很厉害 可是中国很厉害 他在2019年跑去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准备要设立大资讯中心 结果他们两个高官 竟然在联合国签下了一纸合约 什么合约 他们要在中国的杭州 设所谓的大数据研究中心 可是表面上这次数据中心 是中国数据中心错了 这里面中心包括什么 郡相你在马路上 如果被微星拍到你的讯息 也会在这个数据中心 我走在路上吃个小吃 只要微星拍到我 我也会在这个数据中心 你把这件事情放在 你现在网信办 针对自媒体的乱象 大家的来管控 或者你说前置也可以 后来你就告诉我 就在今年传出的最新消息 联合国的大数据中心 立马搬到了阿里巴巴所在的杭州 而且这个事情本来大家都不知道 是谁爆出来 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 他们发现了这个密约 这个MOU 他们觉得非常惊吓 你我的讯息很可能都在 联合国指使的杭州 有阿里巴巴所在的地方 被集中管理了 你看看有多少 中国大陆内部长镜头 探不进去的视角 是透过这些密密麻麻的自媒体 给揭露出来 让世界看得到 继续我们就要给你看到的是 一个一个的现场 五中全会正在拼的拼什么 除了权力接班 梯队的在确认 当然就是经济怎么把它救得回来 你来看看 这是经济的最前沿 经济的最真实的一面 杰明带我们来看到 这个从上海 深圳 还有广州 看到了什么 这也是自媒体做的事情 所以根本真的要把自媒体关了 我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搞内环经济 这是习近平主张 要走一个内环经济 内循环经济 因此就有自媒体跑去上海 这条马路大家都知道 南京东路 徐家会 最热闹的 你看到没有 全大家在做什么 全部在出租 整条几乎是实体经济崩溃了 不认是徐家会 或者是南京东路 这实体店面通通都是被 几乎看到都是在招租 不只如此 事实上最夸张的地方事情 有个地方叫做黄埔鞋土东路 这个台湾就比较不熟了 可是你在上海当地一定知道 你要买各式各样的 中国制顶级 那种很贵的鞋子 就这些买得到 结果是怎么样 你看到一条街 没错 怎么都没人 一条街所有店铺全部关起来 直接是要做崩溃 实体经济崩溃了 因为我以前在中国工作 他们那种大卖场特大 里面是各样的鞋子 你还想象以前是车水马龙 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了 好 我们这样讲 那一须不行 那总有外销 那外销我们知道 讲到就是义乌市 义乌市开玩笑 连川普的这个竞选 其实都要在义乌做 那义乌是谁 义乌是阿里巴巴起身地 那边有数千上百万的 这种小店面 那每次办那种大型的招商会 义乌可是第一把手 结果最近办了一个博览会 不但是摊位没有满而已 他们直接就把那个木板 隔肩起来 你看到就空空荡荡的 好 不止如此 事实上连财买都没有 好了 你说好了 外销不行 那深圳总可以吧 深圳这个地方是根据 科技创新的重镇 那你知道讲到这个深圳 你会想到一个罗浮商场 你只要从香港去深圳 罗浮商场就是打着店面 那边真的是我们说的 那边的生意状况 商业气氛非常浓郁 结果去的状况是人去楼空 很夸张 我真的看到这个新闻 我自己都不相信 因为我以前在深圳工作的时候 罗浮的商场是24小时都是人 所以你跟着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 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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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铺已经是消费的最终端了 那这里都没有买器在拉货 你可以想见上游制造的那一端 肯定也非常的冷吧 我们给大家看到指标中的指标 这家公司它不简单了 它是录制BMW的公司 华城汽车 也陷入了债务违约的风暴 是 因为这事情是在前几天爆发的 它有一个只有10亿人民币的债务到期了 理论上你知道 它一年的这个利润率 在去年是76亿人民币 理论上缴一个10亿人民币 这是七分之一 这是小case就爆出来了 10亿人民币竟然缴不出来 040亿台币都缴不出来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不能单纯这样看 因为它遇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是东北辽宁的官府的所投资的 而且它投资的金额是来自哪里 社保基金 也就是说我们缴着社会保险基金 去投资这家公司 如果倒掉的话 那些社保基金又蒸发 那是劳工的血汗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中最夸张的事情 你知道它的整个资产 大概1900亿 负债就高达1280亿 可是问题来了 它其实金基姆 不是它自己的花生汽车 而是它跟BMW 另外组织了一个子公司 最近BMW要求 它要买回22%的股权 你知道这买回完之后 它剩多少股权吗 只剩25%了 意思说这个华城宝马很赚钱 但是华城宝马以后给它钱 是越来越少 那问题来了 不还钱这家公司又倒了 还有我们刚才讲到是这个鞋子 那我们讲的是上海鞋子 果不其然上海鞋子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特别2018年的时候 中国是风生水起 很多原本是替国外做鞋子的 突然业绩高盛 我要讲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非常的了不起 叫贵人鸟 他是全州的首富 对不起 他最近被做了一件事情 禁奢 首富被禁奢 大家可能不了解 到底这个贵人有什么了不起 来看一下 这是谁 这是林志玲 他在最旺的时候 还请林志玲来拍广告 还有刘德华都有来拍广告 而且重点事情 他曾经在2018年之后 曾经在中国上海 就挂牌了 你知道一挂牌的时候 股价一飞冲天 号称鞋类的第一股 结果现在状况非常糟糕 他们说如果没有资金溢注的话 很可能明年就倒掉了 给大家看